其实在MV的拍摄方面呢 也是怎么说呢 做了一些很多的这个创意吧 全景还是在棚里吗 对 也是在棚里 因为当时在拍摄的时候 因为这个时间啊 各方面的这个限制 全部在棚里 我们呢就是还做了 一个这个故事的一个小线索 有情节的 对 基本上是从这个 刚刚解放初期的 我们这个 尤其是一条线索 是这个军队的这个服装的 这个线索的转换 那个年代的 看到制服的转变 对对对 服装的转变 那个年代这个军队的军人呢 他们的服装还是那个大棉袄啊 那个那个中间 对对对 然后到这个新时期的 刚解放的时候 是那个还戴这个红尖章 那个这个小军帽 还有这个五角星 对 五角星 这个很典型的一些部队的服装 那到现代的这个制服 就已经很很很帅气 很精神了 所以呢 这是一条线索 而且呢 还有一条线索 就是我们把它设计了 设计成是在一个照相馆内 照相馆内这个 由一副一副这个部队的官兵的 他们的生活照也好 还有是这个 这些旧的照片组成 一组一组的照片组成 新兵老兵 对对对 从三十年代 一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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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到现在 是一个时间的历史轨迹 对对对 有一些服装和照片的这个记忆 对对对对